恩...超好吃 超想哭的 哈囉大家好 ドジャンです 今天呢我叫了壽司外賣 是我第一次叫外賣 所以超緊張的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吃 我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 喜歡吃壽司的人 喜歡到什麼程度 就是我會去Youtube上面看所有有去吃壽司的人 拍的影片 然後邊看邊幻想自己也在吃壽司 就會覺得好幸福 其實身為日本人的文當 他反而沒這麼喜歡吃壽司 都是我想吃的時候他會陪我去吃 那之前有一陣子是 我每個週末都想吃壽司 然後連續吃了兩個月 文當就有點得了壽司恐懼症 真的是超誇張 為了之後不要麻煩到他 還是想要消滅他的壽司恐懼症 我就決定我要吃的話都自己一個人去吃 他恐懼症復原了之後呢 我再找他去吃壽司 有一次文當回老家的時候啊 他媽媽還問他說 我看電視都說外國人很喜歡吃壽司 所以你女朋友也很喜歡吃壽司嗎 文當就說 喔對這樣想起來他之前每次都吃壽司 到後來我就吃壽司吃到怕了 他媽媽就說 喔所以電視上講的都是真的 真的 我代表的說我外國人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哈哈 那這一家壽司是叫做Gino Salah的壽司 他送來是長這個樣子 他會先 有我點的壽司 然後 這個另外一袋是餐具 上面有收具 那我點這樣子總共10罐是 609日元 1609日元以外他還有送兩個店長特製的握壽司 所以總共是12罐 那這個小餐具裡面 我把它拆開看一下 打不開 我用蠻力把它打開了 好餐具打開之後 有筷子 他可能有我兩個人所以他給了我兩部 然後還有醬油 那沒有wasabi是因為我一開始在點的時候 就有請他把wasabi加到裡面去 已經把這個壽司的套子打開了 就是 其實我吃壽司都是用手吃的 因為之前有聽別人說過用手吃壽司的話 是比較正統的方式 但是因為真的看起來不太好看 所以很多人都是會用筷子吃 我會用手吃的方式是因為 壽司我都是用 這樣子去沾它 我用麵去沾醬油 那如果用筷子的話就沒辦法這樣沾 所以我真的沒辦法用筷子去吃 然後後來我的朋友有教我一個方法 那我現在教大家 我先把醬油倒到這個小碟子裡面 好 大家可以看到他這裡有 薑 那把薑拿起來 其實我是不吃薑的 但是這個都是為了剛才那個方法 把薑拿起來之後呢 放在這個 有醬油的盤子裡面 沾了醬油的薑拿起來一塊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把它塗在壽司上 就是又不會 又可以完整的 塗在上面又不會弄髒白飯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很聰明很聰明的方法 要吃的第一個是鮪魚 它超肥嫩超大的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很厚 那因為芥末本來就已經加在裡面了 所以它就沒有另外一個 其實芥末有點嗆 被嗆到 登登 這個應該是鮪魚 很有彈性 下一個要吃這個是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超大隻的蝦子 來吃吃看 這超好吃的 我的媽啊 這個蝦子超級好吃 這個蝦子裡面總共放了四隻 應該有其中兩隻是 它另外送給我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隻是炙燒的 這個 現在是下一個 魚卵 你看它晶瑩剔透了 感覺吃下去的 全部噴出來 いただきます 再下一個的話是這個 它上面有那個蔥的味道 所以就 跟蔥一起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口感就不一樣 層次也不同 很好吃 下一個是 鮭魚 我最喜歡的就是鮭魚了 我最喜歡的是 鮭魚跟 甜蝦 好吃 好吃 剛才那一款啊 它 它 有 它有炙燒之後 然後上面再加上蔥 下一個 是這個 好吃 好 好 那我已經把壽司吃完了 那位外送人員說 請我吃完之後 把這個桶放在外面 他們隔天就會來收 那其實我剛才有上網查說 要不要自己先洗過 那它是說 只要用水沖一沖 然後放了就可以了 不一定說你要刷得很乾淨 但是弄得清潔一點 還是有點算是 基本常識的感覺 其實這次的壽司 我覺得 我還是比較喜歡去店裡吃 不覺得自己一個人在家裡吃 這樣子 有一點寂寞 可能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的 壽司外賣 如果說 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都歡迎幫我按個讚 按訂閱 然後再按鈴鐺 可以隨時接收新的影片消息 那 如果說 你喜歡我拍什麼樣類型的影片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就這樣子啦 掰掰 喔